香港中華總商會 今天下午舉行新春首會 特首林鄭月娥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峰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鄭葛藥 多位政府官員及商界嘉賓出席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 致辭時表示 香港去年經濟回穩 勞工市場維持全民就業 但要留意環球正經形勢 存在的不明朗因素 包括美國息律趨升 聯儲局縮減資產負債表 英國脫歐 以至歐美經濟形勢 及地緣政治因素等的變化 對本港經濟及營商環境 可能帶來的影響 而特首林鄭月娥 就感謝中華總商會對香港的貢獻 未來會繼續跟中華總商會合作 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 我們亦會透過不同的政策措施 做好促成者 和推廣者的角色 為工商業界 財政預算案將於2月28日公佈 蔡冠心被問到 知不支持派錢 他這樣回應 關於派錢當然大家都開心 但我想財爺有財爺的想法 我們尊重財爺的意見 看看他自己怎麼想 香港雙報記者 豐詠儀報道 與旅行大使 ��10道 為公佈 此為民視 我們日報 都很優秀 期待